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webinar 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 我是Cherry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同考生到英国不等于struggles 然后在等下我整个分享当中 我会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记得背景 然后过后我会告诉你们 我为什么会选择到英国留学 再来就是一些分享 就是分享一些 如果你们将来想要到英国的话 你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在申请之前 可能会跟我之前一样遇到一些问题 还有在英国留学 在英国上课是怎样的一个体验 最后就是会有一些 我在分享一些我在大义的时候 领悟到的一些小小的贴士 希望能够帮助到未来想要去英国留学的你 然后首先我是在2018年 从新华中学毕业的 然后我从新华中学毕业过后 我第二年就到英国大学 也就是University of Kent 然后我修读的是精算学 首先为什么我会选择到英国 第一个原因最简单粗暴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想要选一个 就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然后英国就是我的首选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国家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学习独立 因为我像我自己本身 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在澳洲读书 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如果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在一个国家的话 我也会跟着他一起去那个国家 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想法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到国外 我还是跟着我哥哥姐姐一起的话 我就会很依赖他们 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最后就选择去英国 而且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如果要学习独立的话 不一定要出到国外 我在本地上大学 只要我不是跟家人一起住的话 我也是可以学习到独立 可是我觉得你出国不是出门那么简单 因为你出国的话 你可能你最少也要去几个月或几年 然后你去到国外 你不能说你想要回来就回来 所以你在国外的时候 你要就是自己照顾自己 然后你会经历 很像我一样就经历了很多 我第一次比如讲我自己第一次 坐长途飞机到英国 然后我第一次做train到 在英国的时候做train到另外一个城市找我的朋友 然后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第一次自己去开一个银行户口 还有一些很琐碎很琐碎的小事 比如讲平常生活中 你要照顾你自己的一日三餐 或者是就算很小的事情 比如讲倒垃圾 或者是买日常用品 都是要自己解决 这跟我在家里的时候 是有点不同的 所以其实我去到英国之后 我就深刻的体会到 其实我在慢慢的学习独立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让我的英文进步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没有太多的机会讲英文 而且我也不会很主动的讲英文 可是到毕业过后我就 其实我也知道如果我们留在马来西亚 以后要进到职场的话 是需要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是需要用到英文的 所以我不想逃避这个问题 我就想要让我英文进步 而且英文它也属于一个国际语言 如果你把它学好的话 它对你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再来就是广阔我的视野 虽然说现在科技很发达 你上网随便Google search Google search留学英国是个怎样的体验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 他们分享他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的一些心得之类的 可是那个毕竟还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分享 如果你去到那边的话 你可能你感受到了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而且我去到那边过后我就发现到 其实我跟那里的人就是 尤其是我跟我的室友我们的生活习惯 或者是我们的思想都是有一点差异的 而且好像我自己的科系 我会有很多学生从不同国家来 有从其他亚洲国家或者欧洲国家或者非洲国家 都有很多不同的学生 从不同国家来 然后大家都是不同的背景 你就会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我们都是很不同 你就会得到很多领悟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Trival opportunities 这个是我自己私心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到英国的话 英国是在欧洲的其中一个国家 然后如果我在放假的时候 不管是winter break还是summer break 我都可以跟朋友一起去 就很方便很近就可以一起去旅行 然后为什么我会选择Cent 也就是我现在在读这个大学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科系 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有的 然后因为我是读精算学 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正式的精算师的话 我是需要考一些专业的考试 然后我的学校它是可以 就是如果我们的成绩达到一定的标准 他们是可以帮我们破免部分的一些专业考试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自然的问题 就是安全问题 毕竟我们要去到这么远 然后不可能还要让我们的父母担心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我学校的范围是 那里是蛮安全的 因为我们那里很多都是 大多数都是大学生或者是中学生 而且晚上的时候我自己的大学 他们是有一个服务就是 如果你是晚上自己一个人走回你的宿舍 然后你觉得 你自己觉得没有安全感 或者你觉得很危险的话 你是可以 他们是有一个服务是 你可以打给学校 然后他们的security 就会有其中一个security 陪你一起走回你的宿舍 然后第三个就是环境的问题 虽然说我的学校那里 他们不是很像大城市一样有那么繁荣那么繁华 可是这也是蛮好的一点 虽然他们不是那么繁荣 可是其实你日常生活中 你需要的东西你都可以得到 而且他们那里的物价 或者是如果你在外面 如果你是住外面的话 你的租金也没有那么贵 而且平常也不会那么塞车 然后如果你是考虑着要申请到英国留学的话 那你可能也是会曾经 也是会和曾经的我一样会有 以下这些问题 你可能会觉得 你可能会问说 我如果申请去英国大学的话 我需不 我可不可以用我的通考文凭 通考成绩来申请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我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我就是用同考文凭申请去英国的 我没有再特别考其他的考试 然后第二个就是 有哪一些大学他们是接受同考生的 其实我自己之前也不知道 然后通过这次的research过后 我才发现到 其实有超过75%以上的大学 他们都是接受同考的成绩 比如说也包括一些比较出名的 比较顶尖的大学 比如说University of Glasgow Sheffield还有Liverpool 他们都是接受的 然后你可能会想要问说 他们对于我们通考的文凭 我们通考成绩的入学要求 成绩的要求是什么 当然这个对于不同的科系 不同的大学而言 当然他们的要求是会有不同的 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了你心仪的大学 你当然可以上那个大学的网站查看 可是其实有很多时候那些大学 他们并不会很清楚的列名 就是说你要你一定要拿几个A 或几个B 如果这种时候呢 你就可以如果你有找 你有找Agent的话 你就可以去问他们得到更详细的更清楚的资讯 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有一些学生会问 那我们通考生有没有机会可以申请奖学金 去英国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机会申请奖学金 答案是有的 其实很多英国大学他们的奖学金他们 有时候他们并没有说明说你一定要考A level 或者是你一定要考哪个考试你才有资格申请 只要你的成绩是达到他们的标准的话 你都有机会申请 就比如说今年有一个大学叫Swanese University 他们为了庆祝他们的100周年校庆 他们就专门为同考生设立了一个奖学金 所以其实你不要觉得我们是同考生 我们拿着同考文凭就一定是很不利的 有时候如果你的成绩达标的话 你还是可以申请的 然后这个问题是我自己本身还没有申请之前 我也是很烦恼的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考IELTS 然后如果你还在烦恼要不要要不要考SBM的话 那我劝你还是考比较好 因为很多英国大学他们都是有接受SBM 而且只要你是Rate C或者以上的话 他们通常都是会接受的 然后如果可是如果你已经错过了 你已经没有你没有考SBM的话 那你可能就需要拿这个IELTS test 最后就是我们什么时候申请是最好 那很多英国大学他们都他们的节制日期 可能是1月15号或者是6月30号 但是我并不鼓励你们到那个时候才来申请 因为那时候申请的话就已经太迟了 你可以提早申请 而且我们不一定是要用我们的同考成绩 我们可以用我们预考的成绩 或者是毕业考的成绩先申请 你就可以先得到一个conditional offer 也就是有条件是申请通知书 然后就代表你的大学已经帮你留了一个位置 然后等你过后拿到你的通考文凭的时候 你就可以补上去 然后只要你的成绩达标的话 你就可以顺利到进入到那个大学 然后接下来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好奇 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好奇 在英国大学上课是怎样的体验 或者是他跟我们以前在读中的时候 有一些怎样的差别 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自律 比如讲你的那些datelines 你的所有的作业或者是报告 我们不会在很像中学的时候 老师还会很苦口活性的 就是每天提醒你 你明天要交作业 你下个礼拜要交作业 很多教授他们可能只会告诉你 他已经把那个题目发布到晚上 你记得要去看 然后你两个礼拜过后要交 然后过后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要记得你两个礼拜过后要交 因为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期限 很多时候你是不能够补交的 然后过后就是我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虽然说这个自学能力 我们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在提倡 可是我自己到了大学过后 我才很深刻的体会到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自学时间 是比我们上课或者上tutorial的时间还要长 比如说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科系是有reading week reading week那一个礼拜 他们就是不用上课 可是他们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读的 而且你上了中学过后 你不可以只是依赖教授 你不可以想所有的东西 教授都会在课堂上教 有些时候你还是要靠自己 比如说我自己在大语的时候 我是很喜欢用Google跟YouTube 除了那些笔记还有教授给的那些教材之外 我是很喜欢用Google跟YouTube 因为我自己是学精算学 然后有很多数学方面的东西 有时候如果我不清楚 我是比较习惯一边听一边看 我比较不习惯自己读 所以我就会上YouTube去找一些有关上官的影片 然后第三个就是100%的全英文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读中生应该都会比较认同的 因为我们在读中的时候 比较长大多数都是以华语为主 然后好像我自己的话 我一开始去上的时候我很不习惯 我不习惯因为每个教授他们讲话的速度 或者是他们的口音都很不同 所以每次我要做笔记的时候 我很专心做笔记的话我就来不及听他们讲什么 如果我很专心听他们讲话的话我就来不及做笔记 所以一开始的话 一开始对我来说是比较辛苦 可是过后 可是因为他们也是有recording 如果我好像我这个部分我没有听到的话 我过后可以听回去 也是帮助我训练多听 多习惯教授的他们讲话 他们教学方式 然后还有就是不只是上课 还有就是我好像我自己的室友 也是有一些英国人 然后有时候 一开始他们每次会问我 How was your day? 或者是You alright? 我一开始是非常的不习惯 而且他们每次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会很紧张 我就会想 我到底要不要交代我今天 我今天发生了什么 把整件事情告诉他 可是其实 过后我知道 其实你并不需要回答的很长 他们只是一个问候语 然后或者你只可以 你可以笑笑的回答他说Good 或者是你可以把球丢回给他 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考试 像我们的考试 你上了大学过后 你的考试范围就等于是 你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所有东西 跟我们中学的时候很不一样 因为中学的时候可能老师 还会帮我们分析一些题 比较有可能会出个题心 可是在大学的时候 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你的责任就是专心上课 然后考试的时候 你考的题目 其实就是老师在课堂上 有教过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assessment 很多很多我们的assessment 他们都是有算 有算进我们最终最终的分数 所以他们是很重要 不管是那些报告还是作业 还是你的那些口头报告 全部都是很重要的 就比如说我自己的科系 好像我有一个 比如说我一个科目有四个作业 有两个作业是有算分的 可是有两个作业是没有算分的 但是并不代表那两个作业 我就不用交 因为很多时候没有算分的那两个作业 教授他们除了帮我们匹改之外 他们很多时候还会留一段评语给我们 就跟我们讲 你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你应该要这样子写 或者是你少写了什么 或者是你不应该这样子写 就让我们更加清楚 我们考试的时候 要以怎样的答题方式 才不会让我们白白损失了一些分数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教材 好像我刚才讲的 除了我们教授准备的slides 还有你自己整理的笔记之外 你还可以从跟学校的铺书管界 像我自己的话 我的科系其实我们是完全没有课本的 可是有时候教练他们会推荐一些书本 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去跟学校的图书馆 直接不需要去买 因为大学的课本通常都是比较贵 而且你可以好好利用学校图书馆提供的资源 还有再来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用的 因为我的科系需要用到很多数学 然后我发现到其实大意上的很多时候都是在奠定你自己的基础 有时候你会发现到跟你高中上的有一点相似 然后我觉得幸好我那时候有带我一些笔记去 因为其实我们在 我在2018年考完通考 然后我是在2019年的9月我才开学 那当中已经过了很多个月 有时候有一些数学比较深的概念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翻回我自己的数学课本 然后再来就是Tutorial 这个是跟中学的时候很不一样的 Tutorial就是你学校把一整一整班人 一大班人分成几个不同的小组 然后每一个Tutorial里面都会有一个Tutor 你的Tutor可以是教你的教授 或者是没有教过你的教授 又或者是博士生 那这个Tutorial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问问题 就是解答学生在课堂上遇到的问题 然后很像不同的教授他们会有不同的上Tutorial的方式 像我就有遇过有一些教授是他们习惯先让你自己先解题 然后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再举手问 可是有一些教授上Tutorial的方式可能是他跟学生一步一步的走 然后我是觉得你们这个Tutorial就是很好的让我们问问题的机会 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像我自己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我的刚好有一个科目跟我朋友同一个Tutorial 然后我们两个每次都在讨论到底是你要举手还是我要举手 然后我们每次举手举到一半又把手放下来 因为我们都在想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会显得我们有一点蠢 然后可是过后我们都发现其实我们问的问题 不管我们问的问题也是跟其他很多学生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而且如果你问了过后那个Tutorial跟你解释了一次 你还是不明白你可以再问第二次 因为很多Tutorial他们都是很好的他们都会尽可能的回答你任何的问题 然后如果你不明白他们会再想另外一种方式解释 让你更加的明白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Pleasurism 这个是不管是在哪里哪一个考试都是很被严禁的 不只是考试还有我们的作业 如果你被发现的话 如果比较轻微的话你可能只是会被 你只是会拿零分 可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你可能会被取消你的资格 或者是学校会对你采取一些比较严重的行动 然后再来这一部分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快活动 因为我们去到国外不只是要上课 他们就是快活动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我最活跃的就是Malaysian Society 然后在Malaysian Society他们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就是叫Malaysian Night 也就是Malaysian Night 这个活动主要就是我们Malaysian Society自己举办的一个表演 然后是要让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的文化 然后这个表演呢我们的观众不只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只要是任何有兴趣想要观众的人他们都可以来 然后还有就是我也参加我大学他们举办的就是一个国际舞蹈的比赛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Malaysian Society他们其实也办了很多活动 比如说像迪巴瓦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迪巴瓦利 dinner 然后我刚开学的时候他们 Malaysian Society他们也跟Hong Kong Society 还有Philippine Society他们联办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去到一个叫做Margat的一个海边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起玩游戏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 也认识了一些国外的朋友 然后我自己也有参加Kpop Dance Society 因为我是一个Kpop的狂迷 然后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就会 其实那时候我不是每个礼拜都有去 因为他们也没有强迫性说你一定要每个礼拜都去 比如说我这个礼拜他们教了一些我比较喜欢的舞蹈 然后我就会去上 除了这些他们还会办一些活动 一些社交活动 比如说玩游戏 玩游戏啊 或者是我们一起出去喝一杯或者是聊天之类的 就是你可以找到很多跟你相同兴趣的人 然后你们可以更加认知了彼此 可以扩大你自己的圈子 然后最后这个呢 这个是我自己参加一个叫Buddy Schimmer 然后就是大学他们会帮我们配对一个 一个我们的Buddy 然后刚好我配对了Buddy 他是一个香港人 然后刚好我们是同一个科系的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有问了他很多 关于我们科系的问题 比如说好像我们需要工作一年 我就问他他找工作过程是如何 还有一些面试 还遇到一些问题等等的 然后我自己也有参加 就是有报名 新一年的Buddy Schimmer 希望就是可以帮助到 新来的到时候会来的学弟 这些学妹 然后还有这些就是比较 在马来西亚比较少见的一些学会 比如说马术舍啊 或者是 trampolining 他们都是 你都是可以去参与他们有很多种 在大学他们有超过一百种 你都可以去尝试 而且他们会 他们有一个taster session 你可以去第一次你可以先去尝试看看 看看你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再决定要不要加入 然后接下来是我自己的一个 在大一的时候领悟到一些小小的帖式 希望可以帮助到未来想要去英国的你 第一个就是你要找到 一个最适合你学习英文的方式 可能你可以去找大学的一些帮助 因为大学其实他们很多 因为他们知道有很多国际学生 所以其实他们会提供学生在英文方面的帮助 比如说你的科系如果要学很多essay 你觉得你的语法不够好 你就可以报名他们免费的语法课 或者是你口说 你觉得你不够好 你也可以去报名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小组 或者是你可以要求你要一对一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在英国的时候 比较常做的就是看Netflix 可是我并不是说我鼓励你们一整天都在看Netflix 看到忘记去上课 可是你可以通过看 你可以通过看多一点戏 然后顺便练习你自己的听力 然后第三个就是举手 勇敢的举手问问题 就是我刚才也讲过了 对 然后就是不要局限你自己的朋友圈 要踏出你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认识更多人 可能那个人 可能你不知道那个人以后 会是你帮助你的贵人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开销 生活开销 这个应该是很多学生都会面对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不控制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你最后两三个月 可能你很有可能即将会吃土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比较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比较 没有在控制我自己的开销 所以我发现到我前面两三个月 我花很多钱在我吃的方面 所以过后我就开始控制下来 然后而且我们有 还有Senior他就是推荐我们用一个APP叫Monzo 然后他这个Monzo 其实是有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BigPay 就是你在哪里花钱花多少 几十花他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然后他每个月还会告诉你 你这个月花总共花了多少钱 然后你再吃或者是买东西 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方面总共花了多少 这就是一个很好让你自己budget你自己的开销的方法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科系跟你中学的时候读的有点相似的话 你可以带一些你的笔记本去 可能你会用到 然后接下来就是不要当你觉得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比如说你很想家的时候 不要把你自己一个人守在房间里面 因为这样子的话只会让你更加的胡思乱想 你应该要出去 你可以寻求学校的房租 或者是你可以去找你的朋友 你们可以待在一起 或者是你可以不只是参加跨活动 参加其他的活动都好 就是不要让你自己一个人独处 让你的生活丰富起来 然后还有就是 让你自己一直尝试新的东西 不要局限自己 虽然说我们是去留学的 可是我们不只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去 我们也是去体验我们的人生 去经历更多不一样的事情 去经历一些你在马来西亚比较没有机会经历到的一些事情 然后你也可以去尝试去做义工 或者是你周末的时候也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去一个一日游 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一个回忆 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自己深刻体会到 就是拜托你们在留学的时候要记录生活 要拍多一点照片 然后就是你以后翻回去的时候 你会很想念那个生活 就比如说这次的分享会 我在找照片的时候 其实我是找到很辛苦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太喜欢拍照的人 然后我还要去我朋友的就是他的Instagram的private account去翻他的照片 因为我一个朋友是非常喜欢记录生活的朋友 就连那种吃早餐也要记录 然后那时候我是非常的觉得麻烦 然后可是现在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 因为它是成为了我们的回忆 对 然后最后最后呢我就要送给你们一句话 You will either step forward into growth or you will step backward into safety 你要踏出你自己的第一步 你才会成长才会有收获 不要让你自己留在你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然后最后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提出来 我会尽量的回答你们 好的那谢谢Sherry你今天的分享 那各位同学先别走开 因为如果你进了Sherry的sharing之后呢 有一点点意思的心动的话呢 那等一下有一个好康要介绍给你哦 那我们在去到那边之前呢 先让我看一下你们如果任何一个人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chat box里面打下来 然后呢我都会 我跟Sherry都会尽量的去回答你们的问题 那也让我 好的那这里我收到一个 Question就是说 她问想知道读Exercise在UEC的成绩大概要如何才不会太辛苦 嗯 Sherry你要我我补答这些 我先让Sherry对这个发言一下哈 我自己是觉得呢 最好就是你的成你的成绩呢 最好就是你的数学方面比较重要我觉得很像我自己 嗯我是觉得不需要到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要有一定的基础 比如说我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是在高三 我本来高一高二是理科生 可是其实我高三的时候 我转去文商班 那但是我自己到那边的时候 我是觉得不会到非常辛苦 一开始会不习惯 可是 不会到非常的辛苦 只要你有努力的跟上 对你 就是一些基础你都要有就可以了 好的那刚才Sherry有讲到要有一定的基础 那我也想要自己补上的说 大学呢 他的学资格都一样 有一些会要求可能会全A 有一些要求就是全B 或者是参加一些B也没有要紧 可是最重要的他们还是看你的数学 你的数学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这样子大学才可以考虑你哦 也就是Sherry刚才说的你的基础要够好 那接下来这个学生有问到说 请问金串学难读吗 那我觉得Sherry刚才也有大概的回答 回答了难不难读就是一定的基础吗 要有 那现在有这些学生问 我不确定要不要出国留学怎么办呢 那Sherry你对这一位学生 这一位迷茫的学弟或学妹有什么建议啊 我是觉得呢 如果在经济条件上是允许的话 然后就很像我刚才说的 你想要广阔你自己的视野 想要体验一下 你在马来西亚体验不到的东西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考虑出国的 对 那这位学生如果你在考虑要不要出国留学的话 我觉得你首先要先了解 究竟出国是怎么的一回事 那我欢迎你跟我们这里的顾问老师聊一聊 然后这样子可以帮助到你做一个决定 那接下来有这位学生在问 请问在UK读理科全免奖学金的requirement 那这个我可以让我来回答吧 那在UK读理科全免奖学金 全免的奖学金呢 在英国来说是非常的稀有的 那通常英国的奖学金呢 是介于10%到50% 至于100%的话是非常的稀有 而且可能是 就是少数的大学 然后每一间大学里面可能就只有一两个位置 给所有的国际学生去竞争 然后学校看的不仅仅是你的成绩 他们也看你在各方面的发展 比如讲 你做过了什么样的 你有过什么样的经验这样子 然后还要通过面试 他们才可以决定 要不要把这个全面的奖学金颁发给你 好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学姐有没有兼职的经验可以分享 像我自己的话 我大一的时候 我是没有兼职的 因为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在马来西亚史诗理科很活跃 然后我上课时间有时候到四五点五六点这样子 然后我过后还要去我们的练习 所以我大一的时候我是没有找兼职 那可能大一 那可能大一也是一个适应器 对你来说 那如果 接下来就是兼职经验 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兼职经验的话 那你就要留守我们下个星期三的 下一个星期三我们也会有一个 从Bristle毕业的一个毕业生 他将会为你分享一下他在那边的 关于一些兼职 还有一些关于金钱上面的一些分享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请问在UK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多少 那这个似乎你在哪一个城市 如果你说在大城市 在伦敦的话呢一个月可能就会比较昂贵 就是大概一千两百银帮左右的 然后如果你在别的城市的话 就会建议八百至一千一百 八百至一千 所以似乎你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 还有你选择的住宿是怎么样 因为住宿来说呢不一样的房间 也会有不一样的价格 所以说伦敦以外八百至一千 如果是伦敦以内的话 就应该是大概一千两百左右吧 好的那这个学生有一个就很好奇的想问一下 Sherry 请问可以知道学姐的同考成绩吗 我的同考成绩那时候我是 我记得我是三个A1 三个A2 两个B3 对 好的那我希望这个满足了你的好奇心 那Sherry Is it easy to find friends in the UK 就是在英国交朋友会不会困难 我觉得这个要伺乎你自己的 有一点关于到你自己的性格 如果你是比较外向的人 你不管是很 其实在英国他们有很多国 都不只是跟学术方面有关的 他们有很多娱乐活动 或者是学会 刚才我讲的你都可以认识到很多的朋友 只要你敢踏出你的那一步 听到没有 这个也是Sherry的 刚才的一个personal tips 你要勇敢的踏出那一步 踏出自己的宿舍圈 宿舍圈 好的 接下来是一个问题 有位同学问 请问如果要9月入学 具体要什么时候申请 好的那刚才Sherry有提到 我们的截止日期有一些大学是1月15号 有一些是6月30号 可是呢我们不建议学生说 你最后才申请 因为学校的位置是先到先得 如果你持申请的话 那你可能你的选择性就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同考生 在你还没有拿到同考成绩之前 你大概在11月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你的期末考 或者是你的trial交给我们 然后以那个成绩先去申请 大学会根据你以往的成绩呢 先帮帮你给你一个有条件性录取通知书 然后到最后你同考成绩出了以后 你再把你这个成绩补上 然后如果是那一个成绩是达到学校的要求的话 你就能顺利进入那一个学校了 那我再重申一次 如果你要明年9月入学的话 大概今年的10月或11月 你就可以开始准备你要申请的材料了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奖学金资料 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的 奖学金的资料呢 通常在大学它本身的网站里面都是有的 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的 当然你也可以来找我们自己的顾问老师 因为我们自己可以很迅速的 为你找到你想要的奖学金 以及替你去查看哪一些奖学金你是有资格申请 哪一些奖学金是比较少机会的 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去浪费时间 我们就替你去找一些你比较有机会得到的奖学金 可以了解学姐大学平均degree是多少钱呢 那Sherry你还记得你的degree是一年多少钱呢 像我的话我自己的大学我一二万是一万五千七百英镑 对可是它是每一年都会增长一点点 那大学来说每一个大学的学费都是不一样 有一些大学呢 你最近你可以找到大约十三千 十三千左右 十三千英镑左右每一年一直到二十四千也有 所以我们会根据学生的经济状况 然后你的requirement来建议你一些比较适合你的大学哦 学姐还有一个问题哦 去读actual science是要带什么文件过去 然后那边的文具会很很贵吗 像我自己的话我 要带什么文件就是我只有带我自己的笔记 然后比如说文具方面的话在那里我是不太清楚 因为我自己就是把我所有的文具还有一些那些test pack 我全部都是我从马来西亚带去英国的 对 那请问你的父母有没有反对你选择出国读书 还是他们非常支持呢 我的父母本身是很支持我出国读书的 然后其实就是他们只是他们最主要是看我自己的决定 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他们只是担心我出国会不会就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照顾自己 他们只是担心这个其他方面他们还是支持的 那你会比较建议本地呢一加二的还是直接出国读 你个人有什么看法 像我的话我觉得每个人 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是直接出国读 所以我当然是建议出国读 可是我也有听到身边一些人 或者是我姐姐她其实也是建议 你如果可以一加二的话也是蛮好的 因为你在你只是要去体验 如果你只是想要去体验一家在国外上读书是怎样的话 有时候一加二也是蛮蛮好的 也是要伺乎你自己的情况 对的那也是要伺乎你们个个人情况 比如讲你们家人的经济能力啊 还有你们想要读什么样的科系啊 来做决定的 那我最后再提取两道问题 然后我们就会去下一个环节 去介绍你们一些好看 那接下还有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有问该怎么去寻找适合我的大学 我只是知道几个大学而已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来找我们UKAC的顾问老师了 因为呢怎么找一个适合你的大学 需要考虑非常多的因素 比如说你来自怎么样的背景 你过去的成绩是怎么样 还有你家人的经济状况啊 你个人想要怎么样的一个学习环境 有种种种种的原因 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科系以及大学 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介绍你不一样的大学 所以呢你到时候你会发现 原来英国有好多选择给你 就不仅仅是你知道的那几间 那接下来就是 我就是想要问一下这个学生 就是问我们寻找适合 你想要知道如何寻找一个适合的大学 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收到我们的一个邮件 那这个邮件呢就是 就是关于明天的这个活动 这个 留学英国的活动 它是一个教你们怎么去 就带你们走过一个申请去英国大学的平台 叫YouCars 然后呢同时候我们也会让你们知道怎么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大学 以及科系 那这个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 你就在这里多多留一阵子吧 然后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道问题 那这个学生问 参加课外活动有限制参加多少吗 是没有限制的 只要你可以把你的时间安排好的话 你想要参加多少个课外活动都是你喜欢 去决于你自己 嗯好的 所以说 也就是说 主要是 只要是你能够在你的学业上 还有你的课外活动上的时间都平衡到的话 其实大学没有限制说 你只能参加两个三个或四个 你参加多少个都不是一个问题 那还有 这里有一个学生问到 请问英国的实际 疫情情况是如何呢 那想要就是为你分享一下 英国大学呢 他们至今为止 他们是已经确定了9月会正常入学 然后大学里面 他们也会采取了许多的行动 来确保学生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下学习 其中包括 如果一些很大 很大人数的 Lecture Class 他们会把它搬去网上教学 然后呢 一些比较少数的 他们就会邀请学生 就是 join that class physically 也就是说 可是这个是 undersocial distancing 每一个学生都会有一定的距离 那整个校园来说呢 他们也会不时的提供一些 洗手液啊 比如讲会量体温啊 之类的来确保整个学校里面的学生 都是安全的 然后 关于清洁方面 他们也是有 更 enhance 整个清洁上面的schedule 那 好的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你就继续在那个chatbox里面打下来 等一下我们会再回来看一下哦 那接下来想要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因为呢我们的instagram呢 几乎每一天都会有更新 如果你没有instagram account的话 你可以选择follow我们的facebook 寻找UKC Malaysia 每一天我们都会分享给你一些 关于英国大学的资讯 有时候是一些比较general的information 关于怎么去选一间大学 怎么去选一个科系 可是呢有时候是一个非常特定的课目的介绍 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们会与英国大学合作 举办一个webinar的 然后任何有兴趣的学生 你都可以参加任何一个activity 而且我们是没有收任何的费用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 其实今天的这一个分享 分享我们今天 分享我们今天